周末的晚上 你吃饱了吗 你今天开心吗 不知道要去哪里 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就来到苏亚的 哈纳麦莎微醺时刻 跟我面对面 听听音乐 谈谈心 Blasimo Guara Manixula 哇 Sangka Paragi Mawais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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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哪聽你 生甘水有艱苦 雖然開朗 雖然不煩惱 今世世 以人有煮湯客 我心有緣用感 我對你來聽 我早晚想要做你 哪有的哪聽你 我會我聽你 我會我聽你 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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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歡迎各位聽眾朋友們 再次說一聽 哈囉 歡迎各位聽眾聽 換你講 換你講 哈囉 親愛婦樂的鄉親 還在寂寞 歡迎在廚師聽 哈娜 蜜莎 喝酒喝一碗就好 蜜蜜笑 蜜蜜水 喝酒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歡迎我們特別來賓 朱約信 朱老師 歡迎特別來賓 孫楊阿桑 最美的阿桑 我們昨天已經講了一集了 各位聽眾朋友們 今天你看 就只有 說不完 就只有朱約信 每次你來上我的節目 我就會又好笑 又期待 又害怕 期待要剪掉 不要跟這個期待連太近 就是會一直笑 一直笑 對 今天是特別來宣傳 他的最新的專輯 防疫清冰箱 非常的跟著時事走 不過說實在話 這個疫情 你自己的感受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真的有點 我們喔 就是 環檢我們這些做音樂的 或是特別是在跑場的樂手 對 他們的感受最深刻 真的 馬上就吃土了 然後很多演唱消失 那可能有些比較會變通的人 他就開始想辦法往數位去 比如說自己創作 其實NFT會在去年這麼的發展 大概跟疫情有一點相關 講到這個 NFT是未來WAVE 3.0時代的一個音樂界面 所以你實體的演出變少了 你就想辦法把你的創作搬到數位市場去 所以如果說實體的市場演唱會 還是非常非常多 大家比較沒有時間去搞NFT 就是因為實體很多都沒辦法做 所以大家想辦法去為自己的音樂找出 說NFT在2021年才會爆炸成這樣子 你現在有覺得它是泡沫化嗎 沒有啦 一定要泡沫化 就起起下去了 任何事情都要 實體世界也是 比如說現在都很多樂團出來 那一定也是要泡沫化一下 因為太多的話可能就 然後再重新整理 你泡沫化之後 真的留下來那些樂團才是好的 一定要泡沫化 所以不用還NFT會泡沫化嗎 NFT一定會泡沫化 但是你現在投什麼相戶 或者你做什麼東西 因為我們朱老師 真的是 頭腦永遠不會休息 永遠是比年輕人還要年輕人 充滿活力的叔叔 你怎麼永遠不會老 你知道數十年都不會變 體重也不會變 人也不會變 被你比較胖 還好吧還好 你是在完全可以 就是你不會改變 我是改變太大 因為我本人 你沒有啦 才變兩倍而已 哈哈哈哈 我是有太多身分了 我ok我ok 對 都可以我斜槓 你沒問題啦 大麻瓜 跑照上去哪看得出來 你又來了 又來了 上一集 已經掉一集 來來來來 這一張專輯 各位聽眾朋友們 防疫清冰箱 就是在防疫期間 我們朱老師 對對對 在家裡只好收東西的過程 悶得發芳 悶得發芳 出來的作品 一首一首出來 但音樂的呈現也是 陳襲他上一張 也是比較走Jazz 是比較爵士 很多Live的 對 我覺得是蠻有意思的 但是我就在想說 你可不可以好好認真唱歌啦 好像 嗯我每個人都很認真唱歌 哈哈哈哈 你是待會兒沒問題 哈哈哈哈 那你就不會好好的 身護膝一直給他唱完 就是你唱歌 就會讓人家覺得 欸他哪裡養養醬 有時候齁 比如說我最後一首齁 二十一對不對 倒數第二首是春天在哪裡 對 春天你周圍那是黃靖雅 是我的同學 黃靖雅的歌 他歌很正經嘛 對啊 那我就亂唱 春天的 這樣喔 800英尺 300英尺 反正就是要搞怪這樣去弄齁 然後黃靖雅聽了齁 他就說 你比較正經 哈哈哈哈哈哈 連這個你都可以去 反正就是完嘛 但是那些不正經 有時候也是試了一百次耶 試了一百次才試出來 應該怎麼樣最好 我真的要好好思想 你什麼時候是有那種 什麼時候是正經的 有唱一個比較正經的歌的 喔有啦 那個我們上面 掌有棒啦 街頭呼音人 那就比較正經了 這個稍微啦 因為我們在講到的 我們剛剛有放那個 翻唱聖詩 有沒有我們剛剛有那個翻唱 那個就比較正經了 有有有 而且 你有在唱 對 那個比較正經 我們剛才 放的這個是大力打鼓的人聲 正經的通通放完了已經沒了 改變一下聖詩啊 這個比較正經一點 對對 改變一下聖詩 你還是唱那個聖詩379首 我們就是從英文到台語 對 你為什麼選這首詩歌呢 這個歌是這樣 我們在去年5月6月7月 教會都不能做禮拜 對 都改線上 所以我們做線上 線上我們先預錄下來 再把它剪好 其中有一次我找了 現在我們這個貝斯手阿亮 對 我也是教會的人 我說你幫我做一個前奏曲 因為我們每次一開始就說 我們現在開始要做禮拜 請奏樂 請奏樂的時候 我們也要先剪好 對 他就用貝斯彈 My love to the Lord Christ 他做兩道 一道背景 一道是旋律 然後放上去 我聽了很開心 我就這樣把它編一編 我們來做 他弄得比較funky一點 就比較funky 對 這也是我們長久來 比如說我在2000年之後 我跟蕭布德組成搖滾主耶穌 有兩個意義 一個是把古老的聖詩 做成比較流行化 搖滾化一點 對 尤其是長老教會的這個 長老教會其實很長又很老 就是比較傳統 你也可以原住民教會 大家都很開心 所以我們把它做得比較活潑一點 所以這也是我們長久以來 就是一直在 就是老狗變不出新把戲 也是一樣 一直在把老聖詩把它做搖滾化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講到這個 其實我 約欣雖然很搞怪 然後很多的idea 但是我總覺得你 就是 都不會忘記你自己是基督徒的身分 好像你就是 沒有啦 這也沒什麼了不起啦 你就好像會去做 信仰所就是一個 可是你的 就是你會推放一般人對基督徒的想法 那是他沒有啦 其實基督徒跟一般人都一樣嘛 都一樣啊 我自己身為一個基督徒 我自己要求我自己啦 基督徒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說 我們做任何事情 我們就去思考 如果耶穌是我的話 他會做什麼決定 就這樣子而已 但是你的耶穌一定是有刺青的 可能是會搞笑的啦 沒有啦 這是你大大小小 生活中大大小小事 從你選舉要投誰 你要做什麼工作 結婚生小孩 一直到說你今天中午 你要吃雞腿便當 還是要排骨便當 你就去思考 如果耶穌是你的話 他會吃雞腿還是吃排骨 生活大大小小是我們都遵循 學向耶穌的思考 這是基督徒的一個基礎啦 如果有的人是信奉媽祖的 有的人信奉達賴喇媽 他一定會思考說 如果達賴喇媽遇到一個重大的決定 他會做什麼選擇 他就跟隨達賴喇媽嘛 我們就是跟隨耶穌這樣而已嘛 是啊 不然要不去就這樣啊 有時候你禱告半天 也不知道到底耶穌跟你講什麼 那就是人生的一個過程 訓練 人生的功課嘛 所以我才特別把街頭的福音人 放在昨天的最後一首 然後也把這個改變一下聖詩 擺在今天的第一首 是因為我 其實就是我的四周 都是你的 常常常在遇到的事 你的生命 對 我們講到昨天那個那個 豆子 豆子 現在不知道在哪裡 他上面再開一個鹹味店 有有有 我常吃三個小孩 好像 他五年生三個小孩 對啊 沒問題 他還在生小孩 五年生三個小孩 這三個都是從那個化理走出來的孩子 簡直每個漂亮到這樣 豆子很帥 他媽也很漂亮 每個都真的像湯匙瓦瓦瓦 而且豆子其實也是很特別 我覺得 我覺得你跟他合在一起 非常素配 豆子很特別 他是藝術家 他是藝術家 我就說他是藝術家 而且他自己也是跟你一樣很多ID 我是因為沒有賺什麼錢 所以沒辦法支持 這個晚輩做什麼的 他其實 可是他常常他東弄西弄 他突然間又組了一個新的團 最近 對啊 哇塞 很厲害 他其實一直有在寫 因為他現在是負責那個 淡水的一個禱告店 然後我們常常會聚在一起 他都當人 三人就對了 6月26號真的要 就是豬頭皮的這個 必殺絕境爵士樂團之外 還有豆子 豆子那個新團 不曉得叫什麼名字 我忘記了 豆子人樂團 豆子人樂團 我搞不清楚 福音人福音人樂團 6月26號 我們既然這上半場就先講 我們就順便講下去 順便講了 因為昨天可能有的人沒有聽到 今天我們再一次講 因為卓老師 30年出道的 其實我們這次的演唱會 我這次是麻煩三川唱片出版 三川唱片就是謝明佑的唱片公司 謝明佑的那個 因為謝明佑 突然間在宣傳部說 朱老師 你30週年了 對啊 我說 怎麼 要辦演唱會 我說要嗎 因為我兩年前辦 普拉斯威士的瞭解 然後再幾年前又辦人生半百 哥瞭解 我們搞不定還辦 結果那個宣傳部說 可一定要辦 人生有幾個30年 你如果不辦 我們唱片公司不幫你出 威脅我 這個是那個 威脅我 所以他就硬要我辦 所以我就好啦 他就硬著頭皮就辦了 這個我現在手中 我們現在來了 竟然來了 來開箱了 我們市面上賣的 就是這邊有貼一個美 就叫做美膠板 你一邊講 我一邊用我的這個來拍一下 如果你在募資期間 有買到的就一個叫正膠板 正膠板是真的黑膠去印的 這張黑膠是以前 為日之盡剩下的 等一下 你說這個是歌詞 這邊是歌詞 這咪咪媽媽 這抬頭 這故事 有兩張 你這個黑膠其實如果沒有用到 它就是銷毀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本來拿來用來印刷 對 有很多黑膠 所以沒關係 黑膠事後印刷上去 所以不能聽 這個只是 所以你花瓶店有笑有沒有 進播放 Don Play 然後他用貼紙把它貼起來 很好 所以如果你在募資期間 有拿到這個正的 就是這樣 但是現在這個就沒了 只有100多個 所以 所以現在市面上買的是這個美的 你看這美是綠色的有沒有 這個紅色 這是紅配綠 以前的玫瑰唱片的招牌 對 我都記得 以前都要看那個貼紙 來 開始挑給你看 這是一開始 你會看到一個口罩 對 一個口罩 這個是設計成冰箱的形狀 我剛剛還講小時候 為什麼你這麼的前衛 有這個條紋 然後這個有 影員看到一個臉 就是說你家裡面 你要打開冰箱 第一個其實你是看到這個臉 等一下 真的有臉 真的有臉 我的臉 這邊就寫30週年 左下角這是磁鐵 冰箱經常會貼磁鐵 因為我們一定會 冰箱的時候 30歷史 痛苦的掙扎 也是很有回憶 這是節能標章 對 冰箱上面 節能標章 我們愛地球 所以我們有兩顆地球 有沒有 有一個溫度計 這是什麼 便利貼 對 我們冰箱經常搭著便利貼 蘇雅 你的晚餐在冰箱自己弄一弄 或者是自己記錄自己 自己記錄自己 說今天出門記得 要穿那件亮色的外套 因為等一下要去什麼什麼之類的 冰箱常會貼很多東西 這邊貼了貼貼過來貼一大堆 你真的是 這就是我30年的祭事 我去台科搖滾唱歌 然後我什麼時候去開會 很費工 去愛比錄唱片 去參加特庫搖滾 然後比我沒來訪問 比我沒來訪問 讚美你的晚餐在冰箱 我女兒 下禮拜要錄什麼錄 所以這是我自己的祭事 然後這裡面冰箱打開會冰什麼 牛奶汽水米露雞鴨魚肉 但是我們的設計是覺得冰那些太無聊 他就叫我冰音樂相關物件 類比母帶 這個就是小朋友的語言學習卡 就是說如果是牛奶的話 上面畫一罐牛奶 明天會寫MILK 然後還會muk 所以你看這個 Analog Master 然後類比母帶 而且我還助音助台語 類比不大 然後轉過來這邊是歌的故事 你好複雜 因為蘇雅台語比較不會 都不要考你了 網路虛擬樂團 的台語是 你後面都有寫雷射唱片 類聲唱片 台語是這樣 因為我英文就是這樣子 Compat Disc 然後這更厲害了 杜比 是Apple在去年所發展出來的標準格式 然後中文叫杜比全景聲 台語 杜比全景聲 就是我們要把這些專有名詞 要真的使用台語去念 這樣台語的文化才會遠遠流長 線上串流 線上串流 台語叫山頂串流 然後NFT厲害了 NFT中文叫非同質化代比 台語叫非同質化代比 就真的用學術語來講 麥克風 其實麥克風台語叫麥鼓 就是日語直接用日語 但是我本來拼了一個音叫 麥克風 搞笑 可是這真的有人這樣講 就一些做PA的人這樣子 故意這樣子搞笑 這農大都沒有問題 黑膠台語的黑膠 這不就你家嗎 對 然後我全部把這個卡完完之後 這邊就是我的客廳 就他家 這有這個密集恐懼症的人來 我曾經住過你家 怎麼已經塞成這樣了 這邊有一張卡片 是我們在募資期間 有一個叫做我的豬頭皮故事的VIP 就他把他自己的豬頭皮故事 然後設計成進去 每個都看得到 這個人是一個 中國醫藥學院的學生 他那個時候邀請我去唱 那我就去了 他就很感動 他就寫他的故事在這邊 然後右邊來就是一個 冷凍豬頭皮 我就被冰在裡面 就是我們設計師要求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麥克風 我們吃飯的傢伙 這個麥克風是靜電貼 可以拿起來可以貼在任何地方 每一個人角度不感 有的人請開這邊 有的人請這邊 然後這邊有兩片CD 這邊是CD1 CD2 打開還有另有文章就對了 所以這個很複雜就對了 你如果是買了這個美膠版的話 你打開其實就是一個紙片 就比較美 比較漂亮 這張行這張的內容是類似的 只是一張是真的膠 一張是用紙做 它是紙張 紙張就比較節省成本 這個比較貴 所以我們是這樣子 那我用完之後 我就要慢慢收了 看一下後面的背景 看一下 文化部影視局 所以我們去買就是這麼大張 就這麼大張 對 我現在就是 然後它 現在所有的都有那個口罩 對對對 都有都有 欸太 你真的每一次都 就是設計 每次都要設計的很複雜 這樣才會一樣 對不對 沒有我發現其實你自己一定要設計 上一次也是弄得好複雜 上次也是弄得很複雜 上次也是弄得很複雜 上次很厲害 黑膠跟CD 跟卡帶 合成一氣 對不對 你那個叫大三元 好 介紹也結束 我吳博藝今天送回來 心想再開箱看 真的很有意思 其實是 很有趣 很有趣 這是每一首歌 然後後面的故事就寫在這邊 要做你的設計 要不要講一下你的設計人 設計師是兩個人 其實他們也是以前設計我的 那個人生半百那一組 他們兩個其實也是很有趣 他們都是弄一些有的沒的 很多都是他們要求的 就要求我一定要全裸拍個照 放在裡面 有啊 全裸 真的全裸 然後這邊還有兩顆金蛋 有沒有 太好笑了 為什麼要全裸 就是在去年的防疫期間 Netflix上檔AV帝王 全裸監督第二季 大家看得痛哭流涕 那個人錢被他公司員工拐走 他投資又失敗 然後他還硬要去拍AV 就他對這個AV的愛 超過我們對音樂的愛 所以我們要對他很多學習 所以我們用全裸來代表 我們對他的致敬 對藝術的堅持 好了 後面來了這首歌 嚴城區長 什麼啦 CT派普 這就是洋棚區長是一個老歌 一個禁歌 因為他寫了很多情色內容 CT派普是什麼 City Pub 這是日本90年代 類似Discord的曲分 叫City Pub 城市流行 城市流行曲 我們把嚴城區的 一個古老的老歌的老調 用現代的90年代的說法去編 對 你是用傳統調 對 傳統調 用現在的編曲去做 很有趣 我們先來聽這個嚴城區長 CT派普 他的CT是 CT派普 城市流行曲 我們先來聽這首 好 他們先來聽這首歌 我們先來聽這首歌 用信給我 聽這首歌 我們先去過 重點 aje蹟 不能說 說得好 ille 滑邊山頂 有了一槍 來臨一槍 黑仔藍藍 春秋白夢 白仔拔行 愛的劍 是藍的仙啊東坑 一月落後面 逃啊逃遜 遜一董來 月仔七逃 丹台麻生 輪啊清澈 愛的劍啊出董口 兩下燒燒 鑑雜 愛的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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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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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门纳罗 听见不同的文化 美好时刻要与你分享 阿里亚安 九六点三 二十五点三 what I do my dear Fat Boo why won't you give me fucking fuck My dear Fat Boo don't you no fuck your fucking heart Dear Fat Boo Don't fuck yourself without my father My dear fat boo Don't you know fucking luck is done I can't motherfucker With or without you I can't fucking motherfucker If you leave me now I got no fucking motherfucker I'm fucking addicted to love I fucking have a mini lovey Every mini lovey Faboo I fucking know it Now and forever My dear fat boo You fucked me bad to the bone Faboo My dear fat boo You are my motherfucker Modderfucker Destiny My dear fat boo You share my motherfucker Memory Memory You fuck my face I fuck your face I fucking eat my share I fucking stop my tail Never gonna fuck you up Never gonna fuck you down Never gonna fuck you around Never gonna fuck you to the ground But to go Tell me you come back Hey don't I can go No T 你贴我,你欺贴我 你欺贴我,你欺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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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erless FatBoo You always fucking like my father My dear FatBoo You stop me, love, and turn me on My dear FatBoo You banned me many fucking times My dear FatBoo You fucking CPC You fucking satisfied My oh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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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tBoo My oh m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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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ок modern 小粉紅的東西 就是他是搞笑 其實就搞笑而已嘛 可是那個臉書要封不封你 你跟他抗議也沒有用 他就封你 所以就封了一個月 臉書沒辦法發文 所以我就反省自己 是不是我的人生有什麼缺憾出現 所以我就寫了一首 第二 法布 但是這個法布 我們不用特別來解釋 但是大家整首聽下來想說 我們如果有些人不喜歡使用臉書 他用Twitter 他用Instagram 但其實現在臉書很大 Instagram其實他已經買進來了 所以你如果說你不喜歡使用臉書 你用別的 但是過一陣你又覺得 臉書流量很大 你還是要用 我們現在出唱片 臉書貼個消息很多人看到 可是你在臉書上面寫 這個維尼熊怎麼樣 又會被封鎖 你就很不爽 可是我就覺得好像是 跟一般在談戀愛的時候 比如說你很討厭那個男的 對 可是你就很想離開他 搞不好他對你不好 可是你過了一個禮拜前 你又會思念他 你可能又主動跟他聯絡 你又回來了 就是我們現在旁邊輸關係就是這樣 你又討厭他 你又不能沒有他 你又想說不要用 可是你又不能沒有他 對 所以就是我親愛的 法布先生 古早時代那個布袋戲有一首歌叫 我分你可愛的人 有沒有 我恨你可愛的人 第二段呢 我愛你可恨的人 分小聲 很有趣啊 那個人跟人的感情就是這樣 我很愛你 但是你是可恨的人 我很恨你 但是你很可愛 這個有意思 對啊 這就是這樣啊 這個真的是讓我 我反省我自己 然後寫他這個歌 那對臉書的愛就寫在這上面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剛剛我剛過來錄音的時候 我就坐一個朋友的車 我就放給他聽 他一直笑一直笑說 這到底可不可以播 可以啦 可以啦 有啦 但都沒有 什麼攝帶 髮布嘛 對不對 髮布 對 然後髮精嘛 髮精 髮的有綁頭髮的客人嘛 對啊 哈哈哈 然後還有你後面那個買買買 我真的覺得太好笑了 買就是 買買買就我的 英文就是我媽 但是你又想說 台語就是買啦 然後日文賣是好吃 賣是好吃 所以就是有很多的 它有好多意思在裡面 我覺得那個最後那真的很好笑 你真的要離開我媽 買啦 然後突然間看到路邊在買麵包 賣 欸 好吃 忘記了 忘記剛剛在講什麼 所以你從 你真的是你 你常常有一 那個叫做罵人 都不帶張字 然後好笑當中 後面還有很多很深的含義 有可能 對不對 但是我不太清楚 哈哈哈 欸 我來講一下 月薛你 你做好多事 其實 其實要跟你聊天 好多東西可以聊耶 我覺得 NFT 講不完 等一下先講一下 你做了幾張專輯 30年 我回過頭 到現在個人專輯 大概10張還是11張 10張的樣子 10張 對 10張 個人的 個人專輯 因為除了做專輯 還有做很多合輯 對 你有做合輯 然後你也有幫人家製作 對對對 然後 約信老師除了出專輯 你也演 你也有演啊 對啦 三部是演戲啦 目前 自己最滿意的是那個 大佛普拉斯 真的在水裡那裡唱歌啊 那是比較無聊 我之前有演過一個叫 《命運狗不離》 欸 有 我知道 然後是一個黑狗的電影 然後左耳熙的小柯 也有演 我們有很多對手戲 我覺得那個滿有意思的 但是那電影賣得很爛 那個藝術電影 沒有什麼人知道 其實它是一個商業電影 其實它的手法是比較商業 但是 不曉得為什麼就 就是你其實很多 那個很有趣 很有趣 我知道這個《命運》 真有趣 還有一個 《命運狗不離》 對 我也有帶我們女兒去演過 《人與奪奪》 《人與奪奪》 我演一個出門社的老闆 我們女兒演我們女兒 裡面有徐洛瑄 就是反正也是一個很可愛的 很可愛的這個童話故事 所以其實演戲啦 那主持就當然就兩個都有 主持做一堆啦 廣播啦 廣播也做一堆 真的是 去大學教學也做很多 對啊 在大學也教好多年了 教好多年 對 所以你其實你看 你這個你才斜槓 你那麼多事情要做 沒有啦 人啦 都朋友嘛 你朋友叫 你就去就做 那你自己最喜歡什麼 這是30年來 你自己做什麼 是你覺得做 現在人生遇到一個大的挑戰 就是要在民視裡面 做一些音樂專題的節目 這不是你的強項嗎 我的強項 但是現在就是說 在這個時代 2022年 開始有新的版權公司成立 他們就要求所有的電視台錄歌 都要取得合法 要取得合法授權 而且授權費都很高 所以現在我人生的挑戰就是說 如何在這些授權費 這麼高的狀況之下 我們就要想辦法找一些替代 比如找傳統歌曲 你總不能從頭到尾全部唱傳統 對不對 所以我們如果找蘇雅來 我們就會問說 蘇雅你自己有沒有寫 如果說你要翻唱江蕙的歌 可能太貴的話 就可能要放棄 所以我們在整理這些節目的當中 找了十首歌又五首都要放棄 但是我們就學習 如何在有限制的條件之下 去做出一個新的狀況 像那一天我剛才在FB 讀到徐錦淳 我說阿姬 我很久沒有看到徐錦淳了 我現在有個新的節目你要來 然後就上面跟他聊 說要怎麼做 但是如果說你有些歌 徐錦淳有些歌別人寫的 他自己沒辦法主張 因為那個時候都賣掉了 你如果準備唱一下歌 玫瑰人生什麼 可能很貴 就沒辦法 徐錦淳很樂天 他跟他說沒關係 我去講就好了 不是有限制 有時候會做出 另一番的味道出來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那個阿姬你就來 徐錦淳你就來 然後我們就把我們的討論過程 做成節目 對啊 我們就在那邊討論 欸姬 我在民視開一個節目 你好不好 我們就真的裡面拍這個東西 這樣就很有趣 然後就把我們的困難 做給觀眾看 因為其實我們的困難 我們的困難 或是我們的過程 其實也很珍貴 像我訪問何東宏 我就跟他講說 何東宏 我民視開一個節目 你覺得應該怎麼做 我就在節目裡面 這樣子就跟他討論 這樣子那個節目就很生活化 比較不要說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個 原住民電視台 我們今天訪問蘇洋 這樣比較無聊 就說我們就 就要像你這樣子 我們就可能在那邊唱歌 然後蘇洋跑過來說 欸你在幹嘛 要不要喝咖啡 好喝 就要錄起來了 然後我們就開始錄說 欸 我昨天剛寫一個歌 你聽看看 就用這樣子生活化的方式 把那個東西弄出來 所以到時候你來 我們也會設計一個情境 這很好玩耶 就是說這個節目 因為我跟他說 我們第一開始 第一次開會的時候 要跟副總 胡安寧是主管 跟胡安寧開會 他第一句話是什麼 說 朱大哥 我們這個節目 有一個重點就是 一定要入圍金鐘獎 所以我們就朝著這個方向努力 真的耶 這個時代的變化 真的你很難想像說現在 很難得的機會 我很感謝民視 給我這個機會去做這個東西 難度真的很高 難度很高 難度很高 因為你剛剛講這些確實 包括我們現在電台 我還不能隨便亂播歌 每次要挑那些歌都要 原住人 其實有些原住人部分 就是櫃台的以前那個主持人 叫艾瑞克 Eric他就去研究過 有些歌沒辦法播 沒有辦法播 因為可能有人買版權買去了 所以要播之前要先check 這樣就很麻煩 就是基本上我們現在所有的電台 每一首要播的歌都要查公共 就是公共播映權 其實有 而且其實我不太懂 但是我現在就覺得說 現在這個好像在做音樂 現在音樂市場 變成直取這些 就是copyright非常重要 甚至你可能你自己寫的 你當時已經是簽給公司 你根本就沒辦法使用 比如說我是神經病 是滾石發行 然後我們簽給他管理 就是可能10年20年 所以我現在我如果要唱 我都是神經病 我還要取得同意 你還要取得他的同意 不然就像吳清風這樣被告 對 所以 那當然其實是要取得同意 對 只是說你取得同意 你用這麼高的價格 你等於是叫人家不要用 對 那要幹嘛呢 就好可惜 很多很好的音樂 就變成你沒有辦法再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做 做音樂節目的人都很痛苦 現在都大概想辦法 看要怎麼解決 但是我目前就是說 我想辦法把我的節目做得活潑有趣 然後甚至把這個 我們在整理節目的困難到過程 把它呈現出來 我覺得這樣子也是 變成另外一種出路的 這個蠻特別的 好像很少看到這個Live 就是電視的音樂節目 這樣子做的 氣況蠻氣況 而且預算很少 你來我也沒有辦法給你樂隊 你要帶一個鋼琴手來 對不對 再花一點錢給他 這樣子而已 你開始整理喔 下個月打電話給你 就是聊一聊 你就到台上去了 就聊一聊 你就燈打過去 就開始唱歌 就開始唱歌 就很Live的 就是我是覺得 要把一個節目做得比較特別一點 不要太自私話 自私話很無聊 那既然這樣 我們再講一次 我們豬頭皮 豬老師 他的節目是 民視的從6月4號開始 6月4號是世界坦克人紀念日 6月4號開始 什麼坦克 世界坦克人紀念日 有一個人用手去擋住坦克 這樣他不可以走 那個叫坦克人 所以6月4號 禮拜六晚上 每個禮拜六晚上9點 在民視台灣台 OK 可是我播出的時間 今天就已經開始了 我們這個 就開始就11號 民視台灣台 就是可能YouTube 或是其實 如果你現在沒有Cable 應該有啦 152台 或是你用APP看也是可以 現在好像 YouTube好像都有 YouTube你就找民視台灣台 搞不好就有 應該都有 因為現在每個人的收視 現在看電視的收視習慣 你不用在那邊等 你Google完之後 他link就在 你9點播出對不對 你也可以11點看 你也可以12點看 都可以 現在是這樣子 所以恭喜 恭喜祖老師 感恩 希望這個節目 可以一季一季的 繼續做下去 感恩 提醒一下 做到預算比較好的時候 我就叫你來 不然現在預算太爛了 不用 都可以 只要是你的節目 隨時準備好嗎 我都可以 我有一次跟一個朋友 講到這個事情 隔天就叫他了 差一點 我們節目快要變成 火神的眼淚了 為什麼 我們現在準備一個專題 對不對 快要錄的時候 很多詞曲的存在都還沒搞定 馬上打電話給蘇明淵 蘇明淵 我有一個節目 下禮拜一要錄 我禮拜五打給她 她說怎麼那麼快 因為有一集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俊傑 然後有一次 有一次要錄董事長 都準備好了 好 阿極禮拜 禮拜一要錄 明天要錄 今天晚上 PM給我說她妹妹確診 她要隔離 馬上打電話給謝宇威 謝宇威 救火 所以都是救火隊 所以我的節目有個副標 叫火神的眼淚 你看看 你就是太資深了 隨時都有厲害的人 可以給你救火 我才跟FB跟她講 所以我有個節目而已 馬上打電話 趕快整理好 趕快來 你的歌的詞曲的權力 是不是在你手上 是 馬上 你可以唱一些客家老三歌 沒有詞曲版權 OK 你看看 那也不是三兩三好不好 那就是你夠資深啊 就是長期累積來這些人 感恩啊感恩啊 大家約你幫忙 好啦小妹在這邊給你 等你 等你那個招呼 你隨時準備好看要唱什麼歌 彈什麼主題 隨時來 就可能明天就打給你說 欸有一個出的開電窗 趕快來 就說我沒辦法啦 火神的眼淚 輕唱 馬上馬上 欸好有意思喔 能跟你聊到齁 這個 在做音樂三十年 我都 真的 你這樣回 鎖一下就過去了 真的耶 欸現在其實我常常聽到一些 呃資深的音樂人 有時候會講講說 哇 我是好奇啦 想問你 你會有這種感覺嗎 有時候他們就會講說 欸現在好像是年輕人的世代 對於創作 或是對於一個熱愛音樂的 我沒有在管什麼年輕人的世代 你會有這種感覺嗎 我年輕的時候 我們的感嘆是 現在都是資深藝人的世代 等到我們老的時候 現在都是年輕人的世代 為什麼永遠不是你的世代 對 我覺得你好像沒有這個感覺 沒有 我搞不清楚狀況 我在年輕的時候 我二十幾歲開始出唱片 那個時候 你如果是一個 那麼愛抱怨的話 你就抱怨 那比較有名的 那種他們的消息 我的新人都沒有機會 等到你老的時候 我現在都新人的機會 到底什麼時候 所以不用去管那些 我們在出《我是神經病》的時候 然後過幾個月要開始開會 在唱片公司要開會 然後要看下一張要怎麼做 唱片公司都會做一個叫 Marketing Targeting 他要知道他的目標是什麼地方 他要看第一張專輯 以前的卡帶有回卡有沒有 有人會寫回卡 對 要寫回卡 現在大家請你拿出來一張 八十歲阿伯下來 你的歌非常好 我覺得 第二張 八歲 後來我們的老闆說 朱老師的Case以後 不用做市場分析 因為你的Range太大了 都散掉 都散掉 所以做他們就做嘛 你管他 其實我為什麼問你這個 其實我就是覺得說 朱老師一直都是 一直都亂做一通 就是你的那個活力跟熱情都沒有改變 這個是真的很難得 因為其實這個音樂市場真的 我也不知道 真的改變很大 因為你如果一直有熱情一直要做的話 你也要考慮到很多其他的人 你不能夠找了五個人 然後跟他們講說 因為我很有熱情 音樂之神降臨 你們都要免費幫我做 不要這樣 不行 就是說你要互相考慮到別人 你要印刷 你要設計 你可以給人家錢比較少 可是你不能不給錢 對 所以為什麼那麼多人沒有出 一定要等到有機會的時候 其實這些都是成本 但是我在講說一個人來講 我覺得你 你可能到100歲 你還是活力十足 應該100歲再出一下還不錯 你好像那個 創作慾是停不了 也沒有什麼創作慾 你沒有嫌過 你如果是今天音樂你不做 你應該還是會有事做 你說你是悶不住的 在做那個有機蔬菜啊 還什麼啊 所以我現在很好奇 你還會想要做什麼 我現在就是比較認真在研究 Wave 3.0的NFT的狀況 但是我也挺一陣子沒做 因為NFT有的很好賣 有的很難賣 剩下一點點時間 我們可以真的聊一下 我真的是到底NFT 簡單來說就是你音樂做一做 你會出版卡帶CD黑膠 或是你出版數位串流 你出版NFT 就跟你出版CD卡帶黑膠 一樣就是經過一個界面 NFT就是一個界面 一個媒介 NFT因為它是一個新的革命 可是它在賣什麼呢 它經過 其實它就是一個數位串流器 你如果在NFT的平台聽 你可以在那邊聽 它因為有經過一個區塊鏈的認證 所以如果你檔案給我的話 你Call給別人 都一樣對不對 但是在數位平台上面的 NFT平台上面的每一首歌 都有身分證 因為你把它綁了區塊鏈 所以才會發生價值 但是你不用拿 你就知道反正我出了歌 我可以出卡帶 可以出CD 可以做數位算流 我可以出NFT NFT就是一個新的音樂格式 就這麼簡單去理解就好 NFT比其他有什麼不一樣呢 NFT它是數位的 沒有空間的困擾 你可以放100首歌進去一個專輯 你可以把所有的設計 通通放進去 甚至我在我的NFT裡面 把設計的草稿 因為我們通常印刷出來 不能印草稿 那要花很多錢去印 數位的沒有那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把草稿 然後甚至這個設計是我提出來 後來被設計師打槍的 我通通放上去 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東西 有關NFT未來要怎麼發展 這個就慢慢聊 很有趣 我真的覺得很有趣 我一定會找一個時間來 我們來聊 因為很多先生 目前是詐騙橫行 所以大家也要小心 沒錯 100個NFT裡面有90個是詐騙的 這個比例也太高了吧 真的很離譜 對 所以不要亂買 這常常被詐騙 好的 這個一定要找時間 買我的就好了 沒有人要來詐騙我 好 時間那麼快 已經到最後一首了 這麼快到了嗎 好 下禮拜同一時間我再來一次 春天在哪裡啦 你的好朋友的歌 黃靖雅的歌 黃靖雅的這首歌 人家明明寫的這麼的那個 他在YouTube上面 有100多萬的點播量 對不對 好 我們就先來聽這個 改編版的朱老師的 春天在哪裡 就要來結束我們今天的 好啦 OK啦 感恩啦 感恩啦 吹一口氣 6月26 禮拜天下午3點 台北華山Legacy 感恩啦 大家來齁 防疫清明箱 大家一起來買喔 謝謝喔 嘟嘟 腿 欸 春天在哪裡 我去問笑裡 笑在說他吃枯心 叫我去门路吹 春天的渡义 我去当路吹 路吹公义 在爬日 叫我门飞天心 在春天的渡义 我奔飞天心 飞天心 冲天心 叫我门飞天心 叫我门飞天心 春天的渡义 我奔飞天心 叫我去门飞天 春天的渡义 等位 我去门阿弟 阿弟眼睛逞乳 我來售致 在這裡 我來售致 在這裡 我來售致 到這裡 在這裡 我來售致 在這裡 我來售致 吞吞吞吞吞吞喳喳嗲 喳嗲 嗲